高雄市警方昨天巡逻发现李姓男子骑机车未戴安全帽上前拦查, 男子被拦下后神色异常, 马脸通红, 不愿配合酒侧, 说自己要上厕所转身就跑。 警方追逐200公尺使用辣椒水压制并逮捕。 李南宫称以为被通缉才逃跑, 警方酒侧值位每公升0.32毫克, 被依公共危险罪嫌疑送法办。 警方调查, 三民警一分局实权所远警昨天下午巡逻行进山东街与泰安街口, 见李南, 39岁, 骑机车未戴安全帽蓝茶, 李不愿配合出示证件, 还说要叫亲戚前来。 远警见李满脸通红且神情异常, 问他有无喝酒。 李坦城稍早有喝一点酒, 警方欲实施酒测时, 李不断重复说要先上厕所在酒测, 远警要求他先进行酒测, 李说我就在这里上, 接住甩开远警的手转伸就跑, 跑到附近地下停车场时极力反抗, 远警喷辣椒水压制, 呼叫支援警力逮捕。 李公称, 以为自己因之前的案子被通缉才心虚逃走, 但经警方查询他并未被通缉高雄市警方昨天午后巡逻, 发现李骑机车未戴安全帽便上前拦茶, 男子被拦下后神色异常, 满脸通红, 且不愿配合警方进行酒测。 记者张元瑜翻射 分享 警方预示失酒测, 李激动不断重复说要上厕所, 说完我现在就赏给你看, 后立即转身逃跑。 记者张元瑜翻射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